好 為了要慶祝南迴鐵路營運30週年 台鐵局特別是發行了南迴30 便捷舒適的紀念套票供民眾點藏留念 5號上午是在台東的火車站來發售 甚至有民眾前一天就來排隊了 那麼在開賣的半小時之內 限量的1000套全數賣完 各位辛苦了 然後最後的部分 如果你有需要早齡的 馬上先準備好現金 車站人員正在說明等一下紀念套票 販售的注意事項 而從畫面上就可以看見 民眾相當踴躍的排隊準備要購買車票 為了紀念南迴鐵路通車30週年 台鐵局特地限量發行1000套的 南迴30便捷舒適的紀念套票 一早就吸引了不少民眾前來排隊購買 今年的30年週的紀念套票 我們準備了發行1000套 那由10月5號早上10點正式發售 一套是200塊 然後原則上是一個人可以購買5套 然後1000套賣完就不會再發售 今年這幾年應該是最後一次的機會 有熱血的鐵道迷 從昨日就到台東 要搶買第一份的紀念套票 華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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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幾點就來了 昨天早上 昨天早上 對 然後今天幾點來排 今天 昨天到現在就在這裡 昨天到現在就在這邊 為了搶第一張票就對了 對 而巧合的是 現任台東火車站的站長 在30年前也曾在台東舊火車站 擔任票務員 並賣出南迴鐵路正式通車的第一攀火車票 在時隔30年後 在賣紀念票 心裡十分有感觸 我們像以前的用名片式 現在都已經用QR Code 用電子票證 其實幾年來我們台鐵進步非常多 真的嗎 一直在朝這旅客服務的方向 都已經電視化了 一直很大的一個里程碑 說真的 而本次套票最大的亮點 為南迴縣首張橫市至強號名片式的車票 由於非常稀有 因此值得紀念收藏 而限量的一千套套票 在開賣不到半個小時 就全數授慶 可以見得民眾對套票的喜愛程度 記者陳吉林台東市報導